沸水你怎么看 说实话如果我这个号想活9点 是不应该评论时事的 不过呢一切随缘 所以我就在这儿斗胆说一下个人的看法 因为这个是有点复杂 我的观点会有转折 所以请大家耐心看到最后 首先呢如果东电是严格按照他们公布的方案 那么这个排放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根据方案呢 沸水在被释放前会通过一个叫做ALPS的处理系统 去除62种放射性核素 也就是我们俗生的同位素 对于它无法处理的川也就是轻的同位素 它会稀释到日本饮用水标准的四十分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方案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认可 所以虽然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但是在欧美民众之间呢反响并不大 可是呢我这要说可是了 就是虽然在字面上这个排水的计划 的确是符合安全标准的 但是任何一个计划存在于纸上的时候 都可以是很完美的 关键在于执行 而日本政府和大企业是有对所谓的 不详实 不详实 也就是影响他们声誉的事 进行遮掩的这样一个传统的 在日语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隐蔽隐蔽 用来形容这种遮掩 而东电呢可以说是遮掩的老手了 德国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纪录片叫 辅导的谎言 专门介入了东电的一系列隐瞒 而日本政界对于这样的事情 也是一起帮忙着隐瞒的 日文里甚至有个词叫 原子力村 专门用来形容这个官商学习 互相勾结的利益群体 在这种隐瞒文化下 具体到这个东电自以为好的 ALPS废水处理系统 从2013到2020年整整7年间 东电都隐瞒了这个系统 不能够过滤碳14 以及处理后的废水中 会导致白血病和骨髓癌的490 比安全标准高了2万倍的事实 其他被捅出来的事情还包括 他的25个孤立器 2019年竟然全部出了故障 这件事一直被隐瞒 直到两年后 同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25个孤立器破了24个 才被公布出来 因此在我看来 和沸水排海这件事 计划本身不是问题 执行才是问题 西方政客也好 媒体也好 目前是带着日本人有信用 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这东电发表的计划 来进行评判的 但东电和日本政府 并不值得这种信任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有一个 完善独立的监督制度 能有效的长期检测 东电排出的废水 到底合不合标准 毕竟他们准备排放30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 我实在很难想象 会一点事故都不出 也很难相信 他们会第一时间 透明的报道和处理 在这儿呢 我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作为日本以外 国际社会的平民百姓 应该怎样有效的发声 最近日本的央媒NHK 特地发了文章 把中国自媒体上反对的声音 拿出来说了一说 举了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例子 在我看来 虽然我很理解 大家愤怒的情绪 但是情绪化的发言 实际上会有反效果 让本来有道理的话 也变得没道理了 我们现在急需的 并不是网民的怒吼 而是有专业知识的 核专家能站出来 提出具体检测和监督的方案 而且让我们的核专家 也能够加入到 这个检测群体中去 这才是保障民众安全的 最实际的方法 这才是保障民众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